小时候被我拒绝的青梅竹马 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金圈太子 而我不仅家族破产 还背上了巨额负债 只能忍辱负重在娱乐圈 做兽器包小助理 酒宴上 那身处十八线的老板命令 我去给贺总倒酒 我愣了一下 贺贺有名的贺总 正是被我伤害了心灵的竹马 这几年我已经明白了 我那点引以为傲的自尊算个屁 没有钱我连活着都是问题 不就是倒酒 我拿着红酒过来 还没有碰到红酒杯 手腕就被人抓住了 贺云抽走酒瓶浅浅到了一点 将酒杯推过来 严谨一概道 为我 我不可置信 贺云在说什么玩意 不管我有没有听懂 桌上的人好像都听懂了 话如新导演制片人都跑了 导演临走主妇 电影后续还能不能拍就看你了 我心想电影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一个助理 说得好像生死存亡全靠我一样 所有人走干净了 贺云还没有放手 我脑袋嗡嗡作响 我咬着牙道 放手 贺云一直摇着红酒杯 似笑非笑看着我 但手上前置的力道疼得让我想哭 看到我痛苦的表情 贺云还是心有不忍 松开了手 在我想拔腿就跑得下一秒 淡淡抛下一句 你现在要是出去了 明天我就让你在剧组待不下去 我停下了脚步 我很需要这份工作 虽然华如新很挑补 但给的工资非常高 我眼眶红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会委屈 明明在外面被人冷嘲热讽 我一点不觉得难过 可是看到贺云 眼泪就控制不住 贺云叹了一口气 对上我他永远没有办法心应 他淡淡开口 坐下陪我吃饭 现在他是投资人 是大老板不能得罪 虽然 我早把这个人从里到外都得罪完了 他没趁机落井下石 就算是有度量了 我果断回头 挑了一个离贺云最远的地方坐下 全程我们没有说话 在很诡异的氛围里吃完了这顿饭 第二天醒来 外面的天还是漆黑一片 我已经穿戴好准备出发了 这么早华如新还没有醒 我打了三次电话提醒他起床 都被无情挂断了 我刷房卡刚准备进去 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高大的阴影将我笼罩 我抬头一瞬间愣住了 我刚想往里探看贺云扣扣子的动作 我觉得还是不要看得好 不然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 我饭完可就不饱了 我退后一步 让出身位 让贺云走 贺云主动解释到他喝醉了 我把他送回来 吐了我一声 我冷笑 一副你看我兴马的眼神看着他 贺云能接受女人 没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 如果不是我要工作 我现在就去放两架鞭炮庆祝 我进去喊话如心 推拉摇晃全都没用 最后我无计可施 只能给经纪人打电话 经纪人直接炸了 谁让他喝酒的 他喝醉什么德性你不知道吗 经纪人威胁我道 你好好看着他 再出现乱子你也别干了 我面无表情 把手机收起来 转头发现贺云没走 目光一直锁在我身上 贺云炙热的眼神 从头到脚地扫了我一遍 仿佛我已经是待宰的羔羊 这让我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要出去被贺云拦住了去路 皱眉问我你就是这么工作的 我冷笑道 不然呢 工作哪能不受气 我又不是之前的少爷了 后半句还没来得及说完 我就被贺云拽走了 我扒着门框 手臂捂着胸叫了 干什么 我不卖身 贺云深吸一口气 他觉得再听下去他能气死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 进去睡觉 贺云沉脸 说完就把我推进去 砰的一声关上门 巨大的响声 让我的心也跟着门框震了震 只是让我睡觉吗 看着奢华的总统套房 我忽然眼圈就红了 豪门的生活对我 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贺云还对我这么好 我确实累了 一沾床就睡着了 就在我躺下不久 酒店门就打开了 贺云小心翼替我擦掉眼泪 脸上露出几分无奈道 做梦都在哭 我就这么让你难受吗 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了 我慵懒得伸了个懒腰 好久没有睡这么软的床 一看时间我吓一跳 下午三点了 我立马给华如心打电话 华姐不好意思 我睡过头了 你再拿我现在过去 华如心冷笑着说 别我可不敢让你伺候了 我心冷下来 沉入谷底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华如心淡淡说 大佬说让你好好休息 不能不给面子 给你放假一天 辛苦了 华如心最后一句 充满了讽刺意味 横遍影视化妆间里 我进门时刚好听到一句 请你来不是让你哭的 连个鸭子都不如 我要你干什么 我听到鸭子猛然变脸 随后若无其事地推门进去 华如心态度便柔和 意味深长地开口 看看你白哥 跟着多学学吧 人家一来就能勾搭上大金主 指不定哪天就靠着金主飞黄腾打了 我还得靠他赏饭吃 女助理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我忍不得找借口出门 一路上 剧组上到导演下到清洁工 都毕恭毕敬叫我白哥 其中有很多年纪大的前辈 这让我受宠若惊 不会真以为我为了剧组被贺云浅了吧 我今天去现场 跟以往的待遇是天差地别 我想去问导演华如心的拍摄安排 刚走过去 就听到了导演吼副导演的声音 你怎么回事 还不快给白哥让座 我不解的问发生什么了 陈导笑咪咪道你还不知道 贺总估计是想给你惊喜 多亏了你 贺总在原先的基础上多追加了一千万 这下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惊喜 这次惊吓还差不多 我真是要好好谢谢他 被华如心刁难 我忍了 为了生存我没办法 现在我忍不了一点 只是陪他吃了一顿饭 贺云闹得像是我陪他睡了 还搞得剧组人静皆知 贺云把我当什么了 我出了横店 才打通了那个被遗忘在角落的电话 号码这次一打就接通了 我没说话 静静听着对面的声音 贺云语气有点急 白痴我知道是你 说话 我这才冷笑着说 贺总 这顿饭真贵啊 吃一次一千万 我要多陪你吃几次饭 那你不是要破产了 贺云愣了一下 轻笑着说 你要是肯来 多少钱我都出 我觉得更讽刺了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我这么值钱啊 这个以前 我得顺着电话找过去揍贺云一顿 贺云却直言道 你在我这里一直是无价之宝 我想了一肚子怼人的话 硬生生被憋回去了 最后只抛下一句 贺云 我不管你怎么想 你想的是永远都不可能 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 我心里并不好受 我们从小到大的情谊 贺云说断就断 现在又重新出现 说些暧昧不明的话 搞得我的生活鸡犬不宁 我气得饭都没吃 直接回横店了 这会儿正是剧组放饭的时候 行眼说话三五扎堆 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我 哎你们知道剧组的投资怎么来的吗 是华如新的男助理 爬上男金主的床换的 两个男的好恶心 他只要撒撒娇 一千万就到手了 我拳头攥紧了 华如新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 在我身后轻笑着说 这就受不了了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华如新更得意了 盘上金主了就是不一样啊 都敢动我了 白慈 你忘了在我面前摇尾起怜的样子吗 但我记得真的很下贱 华如新最后一句是贴着我说的 我牙齦都要出血了 心未冲得刺激我的神经 让我多年迎人攒下来的怒气 达到了极限 我几乎花尽了身上的力气 才勉强克制住想打人的心情 华如新却仍在刺激我 为什么不动手 因为没钱赔医药费吗 华如新挑衅地把下巴凑过去 他要撂定 我根本就不敢打 下一秒清脆的巴掌声 让剧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小时候被我拒绝的青梅竹马 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金圈太子 而我不仅家族破产 还背上了巨额负债 只能忍辱负重 在娱乐圈做兽气包小助理 在酒会偶遇本以为不会有交集 没想到只是陪他吃个饭 搞得所有人都以为我跟他睡了一样 不仅为我们剧组追加资金 还交代让我多休息 故意引起误会 惹得我那十八线小老板 对我眼红心热 正在剧组调侃讽刺我的时候 清脆的巴掌声 让剧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纷纷看过来 华如心不可知心的抬头 看到贺云的一瞬间 贺云冷笑着说 他不打女人但我会 说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 你是怎么当上这部剧的女主 需要我展开聊聊吗 看到别人看他的目光 华如心捂着脸看向我 眼中充满了轻视道 白慈 有大佬保你 你还做什么助理 还不赶紧要点资源 别等人家玩腻了 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脸色沉沉的站在贺云身后 贺云还像小时候那样 什么都挡在我前面 只是我不能在心安里得地 享受贺云的保护和付出 我目光扫向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不管你们信不信他是他我是我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干了 工资记得发给我 我当场取下脖子上的公牌 扔在地上就离开了 工资到账留下生活费 剩下我全还账了 痛快一时但我不后悔 只是有点为以后发愁 话如心在圈内 还是有点影响 要是打一声招 应该没有人敢用我 我惆怅地躺在床上 门外响起不间断的敲门声 承哥边走边说 我们剧里星天了一个小角色 你看你有没有兴趣 贺云让你来的吧 告诉他我不去 我态度坚定地说道 谁能说动导演来请人 我又不是什么大牌明星 除了贺云我找不出第二个人 你不去大牢可要撤资了 你就当帮我帮全剧组一个忙 我拒绝得很干脆不去 这次添加的角色秦勇是太子 人物很讨喜报酬 只有十万 虽然钱有点少 但你是新人这个机会 还是很难得的 你再说一遍多少钱 我惊讶到 我只听到了十万 承哥语气小心翼翼 生怕我不满意 十万 你要是觉得少 我们还可以再谈 行我去 我觉得多犹豫一秒 都是对十万块钱的不尊重 这下连八面玲珑的承哥都猛猛 那就这么说定了合同你看看 要是没什么问题 就签了钱我直接转给你 今天休息一天明天来剧组 我躺在沙发上 看着卡里多出来的十万长续短叹 尽管知道我回去 就会坐视我被贺云包养的消息 但最终我还是败给了现实 十万那抵得上我半年的工资 陈岛临走前 语众心长地对我说 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贺云到底发生过什么 但不要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 像你这样的长相 没人在后面保驾护航 会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 道理我都懂 我得快点还完债 才能彻底摆脱二叔的控制 在片场见到我 华如心一点也不意外 你不是很英气吗 怎么还是屈服了 我自嘲的轻笑 谁会跟前过不去 华如心笑容将在脸上甩袖冷哼离开 李洪业在我第十几次不小心看镜头 而导致NG以后怒摔剧本 随手把控场的耳麦给了自己的助理就离开了 我去售卖机买水 听到了在楼梯拐角处李洪业跟陈岛抱怨 真不知道找他来干什么 大佬要是喜欢 直接把人带回去养家里不就行了何必强跑 两人出来就看到我在自动售卖机上塞硬币 顿时尬住了李洪业冷哼一声大不留心离开了 陈岛尴尬地说 刚刚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牢里他不是有心的 听到这里我认真严肃地说 陈岛我给你教个底我和贺云确实认识 但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我和他从小一起在大院中长大 在这里能被称为大院的只有一个地方 金圈大院 贺云是金圈太子爷众所周知的事 没想到我曾经竟然也是 我姓白是白家的那个白只不过三年前白亦死了 白家人不知所踪 白家就此没落就剩一个白城天在 陈哥瞪大眼睛难怪他总觉得我身上有股很古特的气质 陈哥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系 明白了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处境 我看他沉思接着说 别人怎么样看我不在乎 但我不希望陈岛误会 虽然白家没落了 但白城天在商界还是有影响力的 我们数值的关系不一定好 但是如果我的身份曝光 白城天就是不小帮也得帮 而且还有贺云在 陈哥可惹不起金圈大院的人 我想在这个圈子立足陈岛也想证明自己 所以我们是一路人 我这话说到陈哥心坎里了 走吧去拍戏 你拍一条我看一下 聪明人不需要说的太明白 陈哥愿意教我了 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陈哥在剧组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在娱乐圈也有人卖专业能力强 就是选剧本眼光比较独特不随大众 所以很难拉到投资 如果能和他交好以后的路会顺畅很多 陈哥盛情相邀一起去吃饭 我不好拒绝到店门口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了 这个角色是贺总写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能吃头 陈岛边吃边说 贺云写的 他不当总裁改当编剧了 我惊讶到 陈岛看我一眼继续说 不是 这个角色其实是我要加 但是编剧那边给的人设 我不是很满意 昨天贺总过来视察 听到了我们讨论 就随口说了一句 太子该是单纯的太子 我当时就拍板定下来 连夜让编剧按这个人设写的 这太子是把整个宫斗 推向高潮的转折点 所以他是让人意难平的存在 我回去的路上 一直在想意难平 忽然就想到了贺云 想到了我们读书的时候 如果时光门回到以前就好了 想什么来什么 我还没有出电梯 就和贺云面对面撞了 这人西装革履一副 精英人士的打扮 跟整栋老旧的楼房格格不入 我后背发凉不停 按关门 结果电梯门迟迟没关 电梯坏了不会这么倒霉吧 贺云进来了 我立马窜到另一边的角落 我第一次觉得 可以容纳十几人的电梯有点窄 到一楼后我迫不及待要出去 却被贺云挡住了去路 去拿我送你 我生气地质问他 你到底想干什么 贺云眼睛直勾勾 看着我猴杰上下滚动 似乎有千言万语 我就想看你过得好不好 听他这么说我没来由的愤怒 我很好 你现在看到了 可以离开了吗 贺云你来这里是想证明什么 证明我确实很穷穷地 吃了上顿没下顿 只能和别人合租郊区的房子 只能靠你的试试过日子 没错这就是事实 别说了 贺云向前一步我就退后一步 贺云眼神暗沉唇角绷 直不说话看得我心里发毛 我们站在光与暗的交接处 贺云那边有光我这边无光 就像我们已经踏上了 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惊畏分明 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贺云垂眸 整个人的生气仿佛 一下子被抽走了 看着他难过落寞地转身 孤独地背影我眼睛渐渐湿润 如果贺云只是哥哥就好了 为什么要喜欢我 我不想伤害贺云 但偏偏伤害贺云的人就是我 这天开始过了很久 他都没有出现 直到我杀青那天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没有署名 但我从封面上的字体看出来 这是贺云写的 贺云的字很好认出了 我没人能准确认出贺云写的东西 为了不让我认出来 贺云真是煞费苦心 特意一笔一画的写跟打印机 印出来字体一模一样 他从小到大的考试卷子 恐怕都没有写得这么认真 剧组没人关注一个 不是主要演员的杀青但贺云记 我心脏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掌拽住 往下扯一阵一阵揪心的疼 让我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 剧组杀青夜那天我也被邀请了 这种局一般执勤主创人员 我一个小透明能被邀请真的受宠若惊 刚要去到剧组坐下 陈哥突然站起来向我招手 白词来这边坐 全场鸦雀无声 正在交谈的人都停下来 陈哥那桌坐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制片人秦氏锦华如星罗云还有贺云都在 陈导 我喝不了酒 就不过去打扰你们的雅兴 没事 我也不喝酒 人来就行 就等你了 陈哥特意过来请我 盛情难却 再不去多少有点不识好歹 他们桌上不是红酒 就是白酒五六香啤酒在地上推着 我看了胃感觉隐隐作痛 这叫不喝酒 看到给我安排的位置我明白了什么 陈哥眼神示意我快坐 赫云在主位还是那么细精 随着我入座 桌上气氛就开始变得很诡异了 赫云灼灼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就没有一开过 我只敢盯着自己面前的晚看 喝什么 赫云声音很冷 语气却很温柔 所有人摒弃名神看着我 等我回答 我低头玩手机 把我不想离你贯彻到底 大家不约而同倒吸一口气 在京都谁敢不给太子爷面语 敢直接无视的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就在他们以为太子爷会发火会把我赶走 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赫云招来服务员不但没生气 还点了全桌围一瓶不是酒的饮品 来瓶果汁 我放下手机扭头对服务员说 开水谢谢 服务员一时不知道听谁的 赫云冰冷的眸子染上了淡淡的笑脸 听他的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都以为是我上赶着抱金主大头 没想到是太子爷屈尊降跪 在讨好我 讨好的角色一换 他们心里又开始不平衡了 凭什么他这么好命 唯一知道真相的陈格笑的眼睛都快看不见了 等服务员拿了一壶水上桌宴席正式开始了 贺总这次得感谢你慷慨姐 能来我们大家一起敬贺总一杯 秦氏景率先举杯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举杯 杯里清一色都是白的只有我的是水 这场面是有点壮观 希望秦总别让我的钱打水漂 不干了 你们随意 贺云高举酒杯仰头一眼而进 秦氏景赔了一杯 这一杯至少有三两 白酒还喝这么凶不要命了 贺云喝完坐下 全场才敢坐下 一杯白酒下肚贺云一点是没有 还跟秦氏景聊起来了 我并不想听 但实在是离得太紧 他们的交谈声不小 一直往我耳朵里钻 贺云和这些高谈阔论的黑心资本不一样 他的风雅是骨子里 与声剧的从小就精通琴棋书画 属于老天把饭喂嘴变的人 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导摩 贺云变得更加沉稳内敛 哪怕并不赞同对方的观念 还能不显山露水 喊喊而喊 有人对我好奇想来认识我的 都被贺云挡住了 我有种回到以前的错觉 我们两家总在一起过年 人很多进一圈酒都能喝饱 贺云知道我不喜欢这种虚伪的社交 就带着我一起敬酒 把话题往自己身上引 让我隐身 避免被灌酒 我乐得自在 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大家都在聊天 只有我无聊地在刷手机 五点半上了水果拼盘 打破了纸交谈的瓶颈 小明星罗云从服务员手中 接过来拼盘 跑到贺云面前献殷勤 还把我给挤开了 我把椅子往后拖了点 避开了罗云 罗云顶着两个大胸器 往贺云身上靠 贺云不动声色地 拉开了距离躲得很有分寸 贺总您尝尝 他们家的西瓜很甜 他不吃西瓜 我自然地说出了口 煞食鸭却无声 我成为了焦点 罗云满脸尴尬 而大家一副吃到 大瓜的表情看着我 他们的眼神似乎都在说 你怎么知道的 贺云的目光炙热得像一团火 每次看向我 都让我感觉自己 被架在火炉上烤 我刚刚就是条件反射 说完就后悔了 贺云吃不吃 关我屁事 谣言被我亲自做事了 贺云高兴了 费尽心思撇清关系 结果因为一失嘴快 而前功尽弃 放着谢谢 小白过来吃 贺云不动声色 把水果拼盘推到我这边 罗云把我的位置占了 大佬这意思不就是让他走 他面子上挂不住 修奋交价离开 就因为贺云护着我 我就被他记恨上 他怎么不混贺云 我拿了一块很小的西瓜 吃了一口冰冷的西瓜甜味 顺着舌尖蔓延开 刺得肚子有点不舒服 就不再吃第二口 虽然贺云在和人聊天 但余光时时刻刻都关注着我 看我不对劲 立马转头关切地问我 怎么不吃了 不想吃 我已经开始攻着身体 手臂压在腹部下点脚提起吸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身体 一口凉的都不能吃 就不该为了气罗云吃那一口 我从小就喜欢吃西瓜 因为甜 水分多 尤其是冰镇的西瓜是我最爱 每次贺云都得拽着我 不让我多吃 不然一定会胃疼 突然间明白了什么 贺云离醒 我刚刚在帆布包里找了半天 才发现要吃完了腹部 刚开始只是有点刺痛 现在变成了脚痛疼的额头 已经冒冷汗了 我趴在桌上手臂用力压着肚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人往桌子下面塞了一盒药给我 这是一双钢琴家的手 修长白皙 骨骼分泌 这是贺云的手 我垂下狭长透亮的眼睛神色不明 谢谢 过了一会又递过来一杯水 是温水 我喝了一大口中 没把含在嘴里要给咽下去 去医院 不用 我脸色惨白 唇色发子一看就不是健康的颜色 贺云腹下身淡漠的清香扑鼻而来 直冲头顶 眼神严肃地看着我 我大脑当机了几秒 你是跟我一起走还是让我抱你走